哈喽 大家好 我是Kathy 现在呢 我是在夏威夷的欧湖岛 是在Kaniohe Bay 我们今天呢是带大家来看一个 大概100万左右的房子 这个房子呢 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上到市场上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List出来以后 会是什么价格 到时候我们字幕放在这里 就可以让大家知道啦 这个房子所在的位置呢 刚好是在这个Kaniohe Town的附近 所以它离这边的Shopping Plaza 都非常的方便 然后离主街也很便 那么交通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Kaniohe的好处是什么呢 这边的风景呢又非常非常的美 它有非常著名的Korolo山脉 我身后可以看到一点这个海湾 那么这边的海湾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美 去到这个欧湖岛最美的白沙滩呢 也只是需要15分钟左右的车程就到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去看重头戏 就是我身后这座蓝色的房子 那这个房子呢 它占地面积是7000sqft 然后整个的房子的居住面积是2700sqft 那它一共有5个bedroom 5个bathroom 然后还带一个厨房还有一个widebar 所以它的面积呢是蛮惊喜的哦 那大家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房子 它的主要的外观配色呢是蓝色配白色 就整体看起来很干净 然后又很俏皮的感觉 又没有大家平常去看的房子那么沉闷 所以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而且这个蓝色其实是很搭配夏威夷的感觉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是它的正门 Hello Welcome 那我现在呢是在一进门的这样的一个门厅 那大家能看到门厅的区域还是蛮大的 然后就是这个门口呢 也是我很喜欢它入口的这个正门 那这个正门呢 它就属于一个很通透的这样的一个玻璃门 然后呢又有这种这种门框 木制的门框 就感觉就是很法式的风情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客厅的区域了 大家能看到呢 就是这个房子的立装修呢 能看到就是所有的墙 都是用了这种淡淡的蓝调 这个客厅的背景墙呢 是跟这个蓝色的墙面不一样 会有一点发绿色调的这样的一个墙面 就很适合我今天穿的这个裙子 就很match 很舒服 因为左右两边呢 它都有比较宽敞的区域 视觉感也很好 然后我现在正向面对的是餐厅的位置 等一下我会带大家去看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客厅它是比较通透的 然后也是比较开放性的 所以在这个区域呢 就想象一下在这边看看书 听听音乐啊 然后刷刷手机 都是很舒服的感觉 就可以很放松心情 然后我也很喜欢 里边区域的这种灯具的这种设计 然后它是在四个角 有四个小的这种小灯 中间有个大灯 所以它的整个的光线呢 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刺眼 很舒服 很柔和 好 我们现在呢 像是穿过客厅 会来到Dining Area的位置 那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今天穿了高跟鞋 其实我现在穿了高跟鞋之后 是1米85 所以这里其实是有 大概2米23左右的这个高度 所以它其实是蛮舒服的 不会觉得很压抑 然后这边呢 大家能看到 就是Dining Area也是 非常的规矩的 一个正方形的 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旁边呢 就会简单就是厨房 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设计 因为就很方便 这个厨房其实对于 这个价位的房子来说呢 这个厨房其实是很大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中档 那么大家能看到 哇 好兴趣的是 基本上我逛了这么多的房子 那会在这个价位 100多万 然后用到这样子的一个 重量的大理石板材 其实是不多件的 那么整个的板材呢 大家能看到这个设计呢 是灰色调为主 然后配灰色大理石 我很喜欢的这个设计呢 就是它其实用到 现在比较流行的这样的 年轻人可能会知道 会比较喜欢的这种内装修 就是它用到了 不同的柜子的这个颜色 那么上面是用奶油白 然后下面是用的是 这种灰色调 所以整体看起来呢 视觉也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呢 底下的这个灰色调呢 也会让你觉得比较沉稳 然后上面奶油白呢 又会觉得让你 觉得这个地方空间 很亮很干净 然后它还搭配了 这种金色的门把手 还有这些金色的灯具 所以整体match在一起的话 整体的格是非常有格调的 然后觉得是有精致感 然后又很年轻化的 这样一个设计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那想象一下呢 就是每天早上呢 家人可以在这边吃早餐 然后如果有正式的这种晚宴啊 或者家里要宴请朋友呢 就是在这边吃 从晚餐的这个餐厅的窗户 看出去就能看到 自家的小院子 所以整体的这个设计 包括格级都还不错哦 好 我们现在穿过厨房 然后来到了 这还有一间洗手间 那这个紧挨的厨房旁边 都会有一间洗手间 这个设计真的对于 在厨房里工作呢 比如说我觉得女性 应该去一个家里 女生在做饭的时候 然后再来洗手间会很方便 这样也蛮好的设计 空间也很大 大家能看到 那么它也是用到了 完全跟厨房一样 match的色调啊 包括这个金色的这种水龙头啊 所以整体是很舒服的 而且能感觉到它设计的 还是比较用心 然后比较精致的 我们穿过这里呢 这边是会有一个 bedroom的一个小房间 那么它现在呢 staging是用来做办公室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但是实际上 quinsize床或kinsize床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bedroom的空间 还是非常好的 那这边呢 能看到它有一个 full size的衣柜 就是尺寸也是 标准版的尺寸 然后呢整体都很好 然后看到这间卧室 有两扇大窗户 然后这个窗户看出去呢 就是能看到 那边的风景 远看是能看到一点点海了 然后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就是它是很远 就是能看到很远 然后没有被遮挡住 好 这边呢卧室是有两边 有两个门通向两个地方 所以从这边出来呢 哇 我们又绕回到 就是我们一进门的 这样的客厅的位置 所以它是一个完全的环形loop 它是可以通的 所以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 因为我家里有小孩子的话 他也会很喜欢 我们现在进来的位置呢 是这个房间的主卧 那主卧的大小呢 也是大家能看到 这是一个 Princess的床 所以整体把这个区域 摆完床之后 还是很宽敞的 而且这边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 而且长的 这样Full Size的衣柜 它比刚刚的那个衣柜 还要更宽一些 所以能放下更多的东西 这个卧室也是有两扇 这样子的大窗户 然后能看到这个 Kaniohe Bay这边的风景 然后这边呢 就能看到这个 Princess的山脉 的这样一个风景 所以这边是又有山景 又有海景 实际上是从这边开车 去到那个 我们眼睛看到的 这个Kaniohe Bay的话 其实大概也就是 三四分钟的车床 所以非常没有了近 我们现在过来这边 好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呢 是主卧的位置 这边的位置 这个位置 当然我们看到 是完全带起 这个厨房 还有刚刚那个洗手间的 这样的设计 都是用灰色的大理石板 然后加灰色的柜门 然后配上这个 金色的这个水龙头 还有镜子 所以它的设计 也是属于现在 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这种美式的 室内装修的设计 然后比较年轻化 比较洒出的那种感觉 那这边看到呢 是一个铭玉的空间 这个空间就很舒服 就是比如说 比我再高一些 或比我再 size再大一些的 任何size的人 在这边的话 都会很舒服 那么大家也能看到 这些设计呢 它其实整体的 这几个卫生间 都是贯宽的 腿衣的设计 这种其实 在室内装修来说 是我比较 个人比较喜欢的 因为你搬进来了以后 你再挑选装饰品 和家具的时候 就会很方便 而且家里 整体看起来会比较干净 OK 我们这边进来 大家也有留意到 它的卧室呢 都是铺的地毯的 我其实觉得地毯呢 就是很舒服 因为你进到卧室嘛 是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 然后脚底下踩的 不是那种冷冰冰的瓷砖 我觉得反而会更温馨 更温暖一些 那这个卧室呢 是直接跟刚刚的 那个主卧 share这个 整体的这个卫生间 但是这个卧室呢 它也不小哦 它是size 也是能看到 昆size的床 然后周围的这个空间感 也是很好的 这边头的能摆柜子之外 其实我觉得摆一个 小的单人沙发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边的窗户 看出去呢 就是前院 就是能看到 自家的前院 比如说到时候停车 停在这边啊 都是能看到的 然后我们从这间卧室出来 我们刚刚看了三个bedroom 那么中间这里呢 就是它这个bedroom 门口的这样一个走廊的位置 那这个走廊的位置 虽然不能放什么家具 或者摆设 但是这个空间呢 其实比我想象的 要更舒服 因为它更宽敞 像我们平时去逛的 如果大家有看 我们之前的视频的话 能看到说 有一些房子 它的这个卧室门口的 这个走廊是很狭窄的 就只能通过 像刚刚好一个人的 这样的宽度 那这边的话 就是很宽敞 是一个比较open的 这样一个area 我会觉得说很舒服 我身后呢 是这个laundry room 所以虽然laundry room不大 但是它放下两个 这个就是washer和dryer 然后它会有一个 自己的sink在这边 所以到时候可能搬进来 再放一点什么储物架 或什么的就非常非常好了 而且这样子 门关起来呢 就整体也看起来 会比较清爽和干净 而且很方便哦 离卧室又这么近 走过来就可以洗衣服 OK 那我们又回来 这个客厅和餐厅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要走到 房子的另一侧了 好上来这边呢 大家能看到 又是另外的一个小客厅 那我其实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做一个family room 现在我觉得一百多万的房子 然后有这样子的两个 这种客厅的这种分开的区域的设计 其实是蛮少见的 这样的一个布局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很舒服的是 它也是可以会见朋友啊 或者说是自己家里人用的 就可以把功能性化分开 那这个区域直接过来 这边呢会有一个widebar 那widebar呢也是很方便 就是自己可以 比如说住在这一侧的握室的人 离厨房比较远的话 它就可以在这边放冰箱啊 然后储藏一些酒柜啊什么的 然后在这边使用 包括这边有一个sink 然后也有一些 足够的这样的储物的柜子 那这边的widebar呢 其实等你搬进来的时候啊 也可以改造成一个 完全的一个full size kitchen 因为这边还有留有了足够的空间 可以让你摆放冰箱啊 或者是炉灶啊这样子的位置 所以也是很好的 我们刚刚看了有三个bedroom 这一侧有两个bedroom 这边呢这一个呢 是这房间的主卧 所以这个房子呢 其实是有两个主卧 那这个房间它会有自己的洗手间 sassie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可以放一下双人床 从这个窗户看出去呢 就是家里的小院子 小后院 很舒服 而且很安静 就是现在我们是在 大概早上就是说我们的时间 所以你能感觉到 这个房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安静的 没有任何的嘈杂的噪音啊什么的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洗手间 那整体这边的洗手间呢 用到的也是同样的大理石的 天然大理石的板材 然后这边的柜子就从灰色变成了奶油白色 这个房子的设计呢 是不是有一点点变化 其实也蛮好的 然后它是根据区域来不同 然后来改变它的设计的变化 那那边呢是配金色系的 那这边是配亚光黑 也很好 好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卧室 那这间房呢 也是跟之前我们看到的 bedroom差不多的size大小 那么我会觉得 因为这边是比较房屋的另外一头嘛 所以其实比较适合作为 比如说小孩子啊 或者是给客房使用 所以也是很好的 好 我们刚看完了所有的卧室 然后我才发现 这边还有一个洗手间 那这个洗手间应该就是 给后人用的吧 因为它是family room的旁边 那也是一个完整的 bus room它会有淋浴 然后会有和س 就是用亚光黑 然后配灰色的大理石板 还有灰色的柜门 那在这里呢 我要跟大家讲哦 其实这个房子 我个人很喜欢的 有一个原因是 它的潜力非常的大 为什么说它潜力非常大呢 是比如说把这个区域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用墙折起来 那这个房子就会变成 两个separate unit 那么separate unit 大家知道 如果你是投资这个房子的话 那你一个房子 可以分成两个 这边就变成两房两位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边就会变成三房两位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他们都自带厨房自带客厅这样子的 一个完整的两套房 那么这边的租金呢 两个bedroom然后两个bedroom的这样的房子呢 在Kaniohe这边能租到每个月至少2600或2700块一个月 然后像这边呢是三房的情况呢 就可以租到大概一个月3000到3100块现在的行情 因为现在夏威夷的租房市场都是在涨的 所以如果是投资自己不住 然后把两边这边一封 然后两边都租出去的话 其实你都不用自己去还mortgage啦 然后而且每个月还有收益 那对于投资啊都是非常好的 那即使你是要来住的 如果你的家庭是比如说就是两夫妻 或者是带一个小孩这样的情况 其实这边三房两位的格局就完全够用了 那就把这边两房可以租出去 那每个月有2000多的这样的一个收入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 好 我们从刚刚这个门出来呢 这边就是一个大阳台 然后这个阳台呢真的很大 我觉得在这个阳台到时候可以改造 比如说这一侧就可以直接放一个jacuzzi 然后这边就可以放这种室外的沙发啊 然后coffee table 然后就在这边很享受 就是可以比如说晚上啊 日落了之后可以在这边喝点小酒啊 听听音乐 就很舒服很放松的一种感觉 这边也很适合barbecue 就是其实在夏威夷就是周末的生活 就是叫着朋友来家里然后一起烧烤啊 喝啤酒啊这种感觉 这个风景也是很好的 跟刚刚主卧能看到的风景一样 也是能看到一点海湾 然后能看到这个旁边的这些山上的这些房子 然后在晚上其实我觉得这里会更漂亮 就是晚上的话 背后的这些房子都会亮着光嘛 然后就很漂亮 那我们来看看哦 看我发现了什么 这是一个木瓜树 在这边有两棵木瓜树 但这棵比较靠近这个阳台 然后又比较白 手就可以碰到 然后现在还没有熟 估计下个礼拜或者再过两个星期 这些都可以吃了 就是如果这是你的家 然后在这边徒手摘木瓜 直接吃最新鲜的水果 那夏威夷的木瓜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好 我们现在下来楼梯之后呢 这边是它的后院 这个后院呢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呢你会知道 它就是已经打理得很好很干净 然后它这边能看到 会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露台 摆个烧烤啊 或者说挂点灯 然后在这边晚上喝个酒啊 什么的都很舒服 就是喜欢高尔夫的朋友 可以在这边练练推干 我觉得也是很chill的一种感觉 好 我们来看看它的院子吧 这个院子呢就是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觉得很好打理 因为这个很重要 有house的话 大家最头疼的 其实通常都是怎么样打理这个院子 那它这边呢其实划分得很好 像这边还有花 然后有一些绿植 那这边都已经设计好了它的位置 每天找个时间在这边浇浇花 好 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它有个bonus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好 我现在就已经在这个房间的地下室了 那为什么我说它是个bonus呢 有外的一个空间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啊虽然现在的这个condition 它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说是去做居住用 但是啊你可以啊住进来了之后自己进行一个改造和翻新 然后把它可以做成一个三房两位这样的一个空间 或者呢就是完全保持它现在的现状 可能用作比如说健身房啊或者小孩子的玩具房啊 还有也可以用作说是办公场所或者是storage 好啦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套房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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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船 佳